我们来到第三课 大家还好吗 你们兴奋吗 现在就像一个被医生发现肿瘤的人一样 但是这人不处理肿瘤好些 还是寿命可以延长好些 所以我们趁早面对状况是好的 在这一刻开始时 我们先看一条短片 是我们团队精心制作的 让我们看看奥斯汀和安祖纳的故事 他们有教你如何折餐巾吗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 我在悉尼歌剧院学会了折餐巾 不会吧 是真的 找个周末的晚上我再告诉你 晚上好 你们曾在我们餐厅用餐吗 是的 这里是我们最喜欢的餐厅 欢迎回来 不 亲爱的 我肯定我们从未在这吃过饭 你肯定吗 真的 对 我们没有 我们先不谈这个 抱歉 好的 你们今天晚上想点点什么 你们的三文鱼看起来很不错 性价比也高 请给我来一份 这也是我喜欢的 于是你呢 我要一份牛肉卷 一份纽约牛排和一份沙当牛排 全部都要四分熟 谢谢 这些都很棒 你选得不错 菜很快就到 亲爱的 你点了好多菜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为自己点的 等会儿 你坦白告诉我 是我们都期待的吗 是 他很快就来 他是个男的 是 当然 亲爱的 这真是个好消息 我说的就是他 嗨 你们好 对不起 我知道了 我帮你点了菜 谢谢 对我真好 对不起 你们互相认识吗 是 他是我中学时代的男友 你的男朋友 中学时代的 你的旧男朋友为什么在这儿 我是否不应该出现 不 我认为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杰斯汀 对 我也认为这没问题 你又是谁 亲爱的 别让我尴尬 我 我只想跟你在我们喜欢的餐厅 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 首先 我从未来过这餐厅 为什么会这样 亲爱的 对不起 我是否错过了 是吗 嘿 我认真的 你 你 你 别碰他 你们在搞什么 请坐下吧 冷静点 没事的 Angela 你是否在跟我开玩笑呢 还是你看不见这些男生 杰斯汀 我认识他们的时间 比认识你更长 等等 什么 你现在真的吃醋吗 Angela 我希望你不要忘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对啊 我花大部分时间跟你一起 我爱你 比我任何一个男朋友更多 所以 你永远是我的最爱 你的最爱 我是否有其他事情需要知道 先生 有什么需要吗 这服务员也是你男朋友 我认真的 不是吧 菜很快就到 好好 Angela 这些男的必须离开 我们要谈一谈 我们的感情完蛋了 我不能想象 你真的很自私 你为什么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破坏了我们喜欢的氛围 抱歉 请让一让 我还是从未来过这餐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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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三文鱼真的好吃 嗯 你是否也想再求婚 请慢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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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短片真的很搞笑 对吗 不过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短片的含义 虽然这情境 看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让我首先为女主角 安安主纳辩护一下 好吗 她的最爱是奥斯丁 比起其他到来的男生 她是否更爱奥斯丁 其他到来的男生 是否没想到为她庆祝她的生日 她是否因奥斯丁而兴奋 对吗 她是否花大部分时间在奥斯丁身上 她可能只花5%到10%在别的男生身上 对吗 她是否是一个好妻子 不是吗 假设另一个情况 奥斯丁如果娶了个差劲的妻子 要记得安主纳是很聪明的 她总是快奥斯丁一步 奥斯丁假如娶了一个不懂做家务 不懂做饭 也不是很聪明的女生 但奥斯丁现在只要牺牲5%的时间 让她聪明的太太跟别的男生在一起 让我们面对现实 想想这处境 我们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我这样说看似很荒唐对吗 无论是否有人告诉这女生 当她跟一个男生进入婚姻的盟约 要与她结婚时 就是代表了 要终止与她的旧男朋友的关系 当一个女生穿上婚纱 一步一步走去进行结婚仪式时 你知道其实她在想表达什么吗 她就是想要离开地球上的所有男生 只要跟行李的男生一起生活 她像在说 我不再跟别的男生 有着一起浪漫的时刻 我要除掉一切旧友的浪漫关系 对吗 让我们对自己坦白 我们不会娶像安祖纳一样的女生 对吗 这让我们想起耶稣为她的心腹 再临到地上 像安祖纳一样吗 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对吗 以佛所书五章说 正如圣经所说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个极大的奥秘 请听清楚 这是个关于基督与教会合一的例证 所以从开始的时候 神就以婚约来说明我们与新郎耶稣基督的关系 明白吗 也因这原因 雅各写信给基督徒 他在书信中写了十五次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此他的书信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他在雅各书四章 三至五节和八至九节 对基督徒说 你们的动机不良 只为满足自己要享乐的欲望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难道你们不知道 与世界为有就是与神为敌吗 我再说一遍 如果你们想跟世界做朋友 那你们就成了神的敌人 要洗尽你们的手 要清洁你们的心 因为你们既想忠于神 又想忠于世界 雅各正清楚说出我们在这婚约的情况 新郎就代表耶稣 我们就代表心腹 对吗 他现在只对信徒说 雅各是否太严厉 还是夸大了 他把那些既忠于神 又忠于世界的人 称为淫乱的人 雅各没有夸大 因为他不会 你们知道什么叫夸大吗 你们有没有见过父母对孩子说 如果你再这样做 就会惹上麻烦 对吗 头几次孩子都做对的事 然后他尝试不按父母的话去做 却没有问题发生 孩子会怎么说 我的父母口不对心 对吗 神把要表达的说出来 他说的也是要表达的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好吗 注意雅各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这话很难听进去啊 他说 你跟世界为友 就像安索娜与他的重男友一起约会一样 那你们就成了神的敌人 不过神不想与任何人为敌 特别是他的儿女 让我举个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 美国并不想与日本为敌 担当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时 就成了美国的敌人了 这就是雅各想说的 注意 他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这里以淫乱的人 这话来形容他们 希腊文原来是个阴性词 更好的翻译会是 淫乱的女人 英王清定本意为 淫乱的男人和女人 我认为翻译的人不想读者觉得 雅各单是指责女生 所以才翻译为淫乱的人 其实原意是淫乱的女人 我喜欢这样的翻译 才可以保持内容的连贯性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在旧约圣经里 神把自己和以色列人描述为夫妻 以赛亚书说 因为你的创造主要做你的丈夫 天君的主是他的名 以西结书说 我要因你的淫乱惩罚你 耶利米书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一直对我不忠 你们就像不真的妻子 离开自己的丈夫 这是我主说的 当你看见 和西亚的整个生命 它就是一篇活的道 取了不真的割灭为妻 翻开新约圣经 施许耶翰说 取新娘的是新郎 伴郎只是欢喜地站在他旁边 听他启示 耶稣在马太福音说 邪恶淫乱的世代 才要求看神迹 这句所用的也是音信词 保罗也把耶稣和我们 比喻为新郎与新妇 这在许多经文都看得到 耶稣和天父都是新郎 以色列人就是新妇 这含义很重要 你明白吗 我得强调这话 让你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在旧约圣经里 指控以色列人 背着神淫乱 往往与拜偶像 有关联 你再去研究的话 会看见神说 你们行淫 因为你们在拜偶像 现在却出现一个落差 当我们想到拜偶像 就是在庙里 跪在雕像前 稍稍香 拜一拜 我们在美国 可以忽略这个部分 因为根本没有偶像 可以膜拜 我们可能比有庙语 和有偶像的国家 有更多人在教会里 有拜偶像的行径 因此 我们要界定 拜偶像这词 为此 在我们翻开 罗马书一章前 让我先说一句话 属灵的淫乱 就是拜偶像 拜偶像 就是那刻实 当你待会儿 看完了经文 你就明白 为何两者有关联 我会花三刻的时间 来让你知道 拜偶像是真正的刻实 好吗 我们需要记得 刻实的优势 就是不容易被超人发现 现在让我们思想 什么是拜偶像 首先 让我们翻开 罗马书一二章 罗马书二章 十四节说 尽管外族人 没有神的律法条文 甚至也没有听过它 但如果他们 本能地遵守了律法 这就说明 他们认识神的律法 他们所做的 表明神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里 因为他们自己的 良知和思想 或会谴责他们做错了 或会告诉他们 做对了 以我们的孩子 在宝宝时候的行为 举个例子 在没有告诉他 别打他兄弟前 他却打了他兄弟 然后我们会看见宝宝 显出一副犯错的表情 像哦 我犯错了 我们还没告诉他 打人是错的 但他内心却知道 因为神的律法 写在我们心里 我们有这个理解后 让我们再看 罗马书一章 保罗在这里 对全人类说 他们都认识 有关神的真理 因为他已经 向他们显明了 这话是对非信徒说的 神已将真理 向他们显明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常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 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借着神所造的万物 人可以清楚地看见 神那看不见的特性 也就是他永恒的 大能和神性 因此 他们根本没有借口 说不认识神 在这两节经文里 请注意这几个词 显明 清楚地 没有借口 当你向某人传福音 然后他就相信了 那当然是好的 但那在非洲 从未听过福音的人 怎么办 这经文就给你答案 那些像创造主呼求的 神会向他们 显明他的真理 显明他的福音 哇 非信徒 尝试找借口 他们虽然心里知道 但他们却拒绝相信 你们明白吗 于是保罗继续说 他们的确认识神 但他们没有把他 当作神来敬拜 甚至一点也不感谢他 他们开始编造 愚蠢的说法 去形容神 结果使自己的心思 变得昏暗混乱 他们自以为聪明 其实鱼不可及 他们不去敬拜 那荣耀的 永活的神 反倒去拜那些偶像 保罗说这话的焦点 不在造那些偶像上 他的焦点是什么 他们的确认识神 但他们没有把他 当作神来敬拜 为何我们在这一点纠缠 因为在于我们 如何界定敬拜 今天我们想起敬拜 会想起什么 我们会想起 像耶稣唱首爱歌 悠扬的歌 我们把灯光调暗 享受着对耶稣 唱首美妙的歌 这歌虽然是首敬拜歌 但不是敬拜 我们对敬拜的观念 要完全改变 要有圣经根据 我写过二十本书 我知道当我重点 要谈一个词组时 大部分读者都不熟悉 因此当我引用一个词组时 我需要写下定义 或以例证说明 神也以类似的办法 来告诉我们一些 我们不熟悉的词组 他会先下定义 对吗 第一词在圣经出现 敬拜 这词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亚伯拉罕对仆人说 我跟孩子走远一点 到那边去敬拜 那时 亚伯拉罕并非到那里 唱首爱歌 他后来做什么 神在三天前吩咐他 他现在要以行动 来完全顺服神 神说 我要你把你的儿子 献在祭坛上 于是他顺服神 因此 神对以色列人说 我厌烦你们 厌烦你们唱的歌 厌烦你们的生活方式 你们不顺服我 真正的敬拜 是对神的顺服 因此 有着这理解后 让我们读下去 他们的确认识神 但他们没有把他 当作神来敬拜 甚至一点也不感谢他 我们认为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的 阳光和雨水 是理所当然的 地上出产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的 直到我们知道 一切都是全能的主 所赐的 对吗 人们的不顺服 与不感恩 背后是什么 拜偶像 我们继续读下去 这里说 神任凭他们 随从心中的欲望 做尽可耻的事 他们也就将 卑劣堕落的事 做在彼此的身体上 他们用谎言 取代神的真理 敬拜服侍神所造之物 却不敬拜创造主自己 祂是永远配受送赞的 阿们 保罗在说 你们现在去顺服 那受诅咒的 而且用谎言 取代神的真理 你简直是在抵挡真理 你以谎言 当作真理来拥抱 这合理吗 因此 现在就变得 我们以为聪明 却于不可及 我们以为是正常的 其实没正常可言 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真正好的 就看是坏的 坏的 就看是好的 你们明白吗 因此 下一句说 所以神任凭他们 神没有驱使 他们这样做 神任凭他们 请记住 我们过去都活在 诅咒之下 当神在创造伊甸园之初 一切事物都漂亮 一切事物都很和谐 对吗 但是 在亚当叛逆神后 这世界的王 撒旦就领导 对吗 因此 现在看似好的 实际上 是受诅咒和愚蠢的 所以 神任凭他们 放纵 可耻的情欲 因为 他们现在在道德上 已经妥协了 对吗 注意 神任凭他们 我在这里 省略了一些字 我之后会再说 这些内容 他们明明知道 神判定 做这些事的人 该死 却还要去做 更可恶的事 他们还教唆 别人去做 省略了的是什么 中间其实省略了 两百八十九个中文字 在下一个屏幕 我会列出来 好吗 概括这内容来说 现在我把这些 得罪神的事情 都列出来 你可以看见 仇恨 凶杀 争吵 顽固 不守信用 这些都是不顺服神 与拜偶像 引致的行为 要记得拜偶像 的根源 就是我们不顺服神 想我们做的 明白吗 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欲望 凌驾在神认为 对我们好的事情上 因此 我们认定了 什么是对自己好的 明白吗 神说 我现在认凭你 我要诅咒你的道德 指南针 让你把自己弄垮 你会认为 好的是坏的 认为坏的是好的 假如你去数一数 这些事情 你会发现 总共有22个 因为我的本科是工程 我可以发现 神提到的其中一项 比别的事情更多 让我把这200多字 量化出来 请留心看 关于同性恋的 在这200多字里 有超过四成的内容 凶杀只占一点 背后中伤人只占一点 憎恨神只占一点 冷酷无情只占一点 为何这样分布 难道神针对同性恋吗 不 神想表达的是 这象征着时间的来临 当同性恋在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或在文化中执掌时 就代表那社会 落在败偶像的征兆里 也代表对神说 我比你更清楚 什么对自己是好的 我会顺从自己的本能 但我的本能已经妥协了 他们在诅咒之下 因为没有谁比神 更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 于是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所做的 就是承认他和他的进程 我们承认同性恋 和扭曲的性取向 然后我们认同 继而赞成和鼓吹 看看美国现在的情况 我们正朝着这方向走 而且在鼓吹着 如果你翻开国家地理杂志 2017年1月号 这杂志 以相当大的篇幅 并封面故事 来报道 这关于性的革命 他们把人 可以选择的性取向 分为15类 神创造我们 以男女来区分 人们却把这课题 与人权相提并论 这是不对的 我们谈的不是人的肤色 或其他方面 但现在正发生的是 我们的社会 不单是承认 我们不单是认同 我们是在鼓吹别人这样做 现在提出的 不是在针对同性恋者 在性方面不道德的 反奸淫的 我只想提出 现在象征着 我们这世代 有更多拜偶像的事情 也代表人们不需要神 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不想敬拜神 我不想顺服神 你会看见 顺服神就等同敬拜神 我只会做相信 一定是对自己好的 于是神说 我认凭你 当我认凭你的时候 这就是你会走的方向 因此 你现在可以看见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乎时间的指标 现在的问题在于 拜偶像对基督徒 有什么影响 我在下一刻会告诉你 拜偶像 甚至在基督徒身上 也普遍存在的 这就是保罗希望 哥林多教会 要面对的课时 这并非关于圣残 这是关于拜偶像 我会在下集课告诉你 让你从中有所得着 好吗 我们下一刻见 就这样了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